哈喽大家好,我是八哥,现在到海方了啊,刚刚到海方,这里就是上次我来这里待的这个地方,上次的话我就在这里,然后待着15天啊,小凤的话就在这里读书嘛,上个月我来海方这里,在这里整整待着15天,然后后来我又回去的,现在时隔一个月,今天我再次来到了海方这里。 我到海方这里,然后给小凤打电话,一直打不通,然后我的电话被他拉黑的,我到海方这边,然后我找了好几个人了,我借别人的电话,然后给他打,打一直打不通,没人接,联系不上,也不知道怎么办啊,现在我准备去吃个饭,休息一下,海方这里,天气太热了,大家看一下,上个月我就在这个地方,然后再来整整15天啊, 这次来,嗯,这个地方还是这么的熟悉啊,我从老街,坐了整整差不多7个小时的车啊,嗯,花了30万云南盾,然后从老街,然后坐到,嗯,海房这里,又从,又在海房这里,又打了一个车,花了20万,然后到小凤待的这个地方,现在我在这里,找他们,然后给他打了,嗯,很多电话。 打不通,没人接,不知道怎么回事,刚刚我到他读书的那个地方,嗯,也等了啊,有差不多快点啊,是啊,也没等到,也没有等见,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搞不清楚,不知道怎么回事。 嗯, waits Spanish wife 才记得很,我现在准备去吃个饭啊,嗯, camping. 嗯,密集不上,等一下我找,等一下我找,等一下的话我准备找个冰块住下来休息一下,因为太热了。 今天我从老街然后坐大巴车过来海方的时候 我就给他打了很多电话 然后联系不上 然后带着这个东西 这次我没敢带太多的东西 因为本来给他打电话 然后打不通联系不上 我怕带太多的东西 到时候过来以后见不到人 我东西的话也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我就带了很少的东西 没想到过来以后真的就是联系不上 他的两个电话 我都打了好几个 都是没人接 刚刚我这 刚刚我接了路边三个人的电话 然后都打了 还是联系不上 结果我也不好意思再去接别人的电话了 因为语言不通 无法沟通无法交流 在路上接别人的电话 海南接 海南接 接不到 我去接别人的电话 别人都整梦了 别人都用惊讶的眼睛看着我 问我要电话干什么 我说用电话 我说要电话要打电话 他说你没有电话吗 他们都问我为什么不用自己的电话打 我说我电话打不了 我电话被拉黑了 怎么打 我没法打 打不通 所以我都要不停的去找人去接电话打电话 接电话的话 每次的话都要给别人解释很多 给别人要说很多好话 还给别人买水喝 买饮料喝 这会儿光打电话就花了 6块钱了 就是给别人买水吧 买水都花6块了 就算别人还不愿意给我打 还不愿意接电话给我 因为现在你在路边 你想接别人的电话 还难接 接不到 我问谁个人 有大多数人都不愿意接给我打 本来语言又不通 无法沟通 有的时候接个电话 打个电话 要给别人说半天好好话 喊费劲 别人都怀疑我是 要电话干什么的 反正就是 很 反正就是 问来问去 问很多 刚刚我在一个 超市嘛 我借了一个女孩子的电话 然后打给她了 还是不行 所以算了 我现在不打了 到时候去那个学校美国看看 看一下 什么情况 看看是咋回事 如果联系不上的话 我就准备到河内去了 我在这里最多带两千 如果还是打不通 在她学校这块 还是等不到她的话 看不到的话 我就去河内了 我就不想在这里 在这边等了 等的人心烦得很 我感觉 跟小凤现在基本上没可能了 基本上也到头了 我觉得 我觉得她可能是故意不接 应该是故意不接 因为我来海防的头一千 我给她打电话打通了 用我那个中国电话打通了 然后我告诉她 我说我经线的话要来海防 然后她就给我说 她说不用我来 不用我来 她态度很坚决 她告诉我 她说 让我不用过来 就这样 回来她就挂了 所以我今天过来的话 不管怎么联系也联系不上 海防这会儿能把人热死 太热了 在海防这里是 感觉比在楼间和河口还热 我现在真的是又热又渴 又累又饿 哎呀 现在我得找地方住了 因为晚上这样的话 走得受不了 今天逛子路走到 有一个老师了 走到累坏了 嗯 刚刚我又联系了一下 还是不行 嗯 算了 我感觉这次 能见到面的可能性不大 可能性非常小 嗯 我再一下看行不行 不行的话我就 去河内了 哎呀 现在心烦得很 感觉跟小凤 现在基本上 没什么可能啊 嗯 99%就是 白白的结果 嗯 因为我感觉 没多大希望了 因为 因为近年的话 我感觉小凤 说实话也变了 是彻底变了 跟训言的话 完全不一样了 训言的话 对我 还是这样 是真感情 近年的话 成续就是 变得也是爱钱了 不爱我了 去年的话 我在他家的时候 那时候我花钱 花多花少 他从来不说 他从来也不说 就是 我愿意多花的话 就多花 我愿意少花的话 就少花 他从来不会因为 我花钱的这个事情 给我弄矛盾 给我生气 那时候就是 我愿意花的话 我就花 愿意花的话 他自己就花了 但是近年的话 他动不动 就因为 钱的这个事情 给我吵架 近年的话 就是给钱多就开心 给钱少的话就松懈 就不高兴 就弄矛盾 吵架 感觉他近年 把这个钱看得很重 感情看得很大 几乎每天都是 因为 谈钱上感情 谈感情上钱 真的 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我现在感觉跟小凤啊 基本上没什么希望了 我也想解锁的 这次我最后一次来海防跟他见面 如果这次的话 他不见我 或者是见了以后 感觉不行 感觉不好 他对我的话 态度如果比较浓落 或者是他也不愿意跟我继续交往的话 我就回去了 我就走了 走了以后就彻底不想跟他联系了 彻底断了 这次我要下尽决心 我铁着心 给他分手 要不然的话 我不下尽决心 让他这样天天折磨我 把我能折磨死 真的把我能折磨死 我感觉这样的话 都快把我折磨疯了 反正折磨的精神都快出问题了 所以我觉得 端端得断 要不然反受其断 要不然的话 今天被他搞得是 生不如死 感到是 搞得是心心疲惫 搞得人都快崩溃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感情的话 有的时候真的很上人 这个感情有的时候真的 特别的上人 所以我觉得这个 有的时候 不行的话就得彻底拜拜 如果不彻底拜拜的话 这样的话 真的 太上人了 哎呀 我觉得谈恋爱这个事情啊 自古多情留不住 我又套路到人心 嗯这个 谈恋爱有的时候还是要画饼 要提高自己的身价 还是要有一些技巧 光四处真心的话是没用的 光四处真心真的没用 我在这里吃个饭 吃个米饭 然后再给大家去去聊 大家看今天中午吃这个菜 加一份啤酒 是五万五越南断 在这里吃饭 嗯 吃这个饭 餐啊 还是挺不错的 来看 很便宜 差不多就是 差不多就是 十六块钱 十六块 这个老板很实在 很实在 四万的这个快三 打的菜特别多 打的饭也特别多 菜真的有关系特别多 饭以后打的很多 这个啤酒很便宜 才一万五四块五 啤酒跟米饭总共是五万五 挺不错的 真的挺不错 挺好的 哎刚刚吃过饭 今天吃这个快三 四吧 还喝了一盆啤酒 一万五 总共五万五 这个老板人非常不错 这个老板人非常好 我在越南来的这么多次 吃了这么多次饭了 就只有今天这个老板是最好的 就只有今天这个老板是最好的 四万 打的菜特别多 这哪菜特别多 像我在老街那个四万的菜很少 这边的菜可以说老街的两倍 而且肉也特别多 米饭打的也特别多 啤酒也卖的很便宜 今天这个饭吃的很吃惠哦 好 今天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 太热了 海方这里真的能热死个人 满头大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